因为我们在凌晨的时候就从清华大学坐车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 当时主要还是激动 难以掩饰的这种兴奋 今天我们也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任务 在广场上在世界人民的面前展现出了我们清华学子和中国青少年的这种风采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值得我铭记一生的一个活动 也很感谢学校感谢国家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站在广场上 展现出我们很棒很光彩的这一面 今天我们就是刚刚从专项活动的现场回来 然后我在里面的作为合唱队的一员 我们首先是承担了七首暖场曲目 然后还有整个大会最后的一个歌唱祖国的这样一个节目 那现场还有很多就是让人非常激动的环节吧 你现场的体验还是非常的激动的 我们之前已经排练了很多次 校内校外都各有18次排练 但是仍然在现场的当天 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和我自己在演唱 那些我们排练过无数次的歌曲的时候 实际很多人唱完之后都是泪流满面 所以作为清华学子 有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希望自己能够为祖国未来能够多尽一份力量 这次的清华大会所印象深刻的 主要是当飞机飞过我们头领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拿起国旗党旗进行 欢呼我们每个人的热情都达到了极限 今天作为现场的一群成员 参加到现场的这个整个环节当中 我们也是感受到这种身逢盛世 肩负重任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们在这个献词团的训练过程当中 把献词的训练也作为一个非常生动的 这个教学实践课 而且我们把实践课和自证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尤其呢我自己也是一个双肩挑的德里工作助理 我会把自己对于私证工作的理解 放到我在和这个团里面的师弟师妹们的交流过程当中 也让他们在此次献词当中 能够感受到我们党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优优独播剧场上